很久沒有搭去羅湖那種感覺 那種心情很感觸感動 事隔三年 本港與內地星期一全面通關 羅湖口岸重開 手班由上水開往羅湖的東鐵線列車 在早上6時前開出 大批市民在羅湖口岸等過關 有經常需要往返內地的市民表示 全面通關後方便很多 一向我都要回去 不過之前比較麻煩通不通關 你是多久回去一次 未通關之前就留幾個月 如果通關的話每個星期一次 至於入境香港的情況又如何呢 有工作人員在羅湖站向入境的旅客 派發社有離好香港自居的福袋 亦有跨境學生來香港上學 第一次去學校的學校 因為跟同學很少接觸 然後上學和老師都很少說話 之前又上學 不過今年是第一次 是 很激動 很開心 現在不用愈約 現在這樣的關就很方便 很久沒有來 上一次已經是幼稚園帶班的時候來了 我覺得上實體課會好一點 因為術體課有些遊戲可以玩的 有家長就帶小朋友來香港上學 自己就帶行李箱順便救密 有什麼就買什麼 現在有沒有買的東西 之前有沒有來過 來過一次 不過不方便 嗯 因為要下線檢查和預約 一天就不會回來 自出席 當然開心 開心 開心 有多開心 可以見到同學和老師 請 Fu德 請